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思考节目 今天的新闻概述如下 首先 T-Mobile宣布以44亿美元收购陷入困境的竞争对手US Cellular 此举将使T-Mobile获得500万用户并进入美国乡村市场 尽管面临行业增长有限和监管挑战 接下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山东与商界领袖举行座谈会 讨论了深化电力系统改革等综合改革议题 并强调突破阻碍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障碍 最后 尽管孟加拉国经济稳步增长 但政治迫害和经济不平等促使越来越多的孟加拉人寻求海外庇护 这成为当前移民潮的一大推动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路透社报道 T-Mobile以44亿美元收购了陷入困境的小型竞争对手 美国蜂窝公司US Cellular 虽然从估值来看 这笔交易似乎合理 但在成熟的电信行业中 面临的监管环境将是一个艰难的战场 美国蜂窝公司服务于美国40%的农村人口 但近年来面临巨大压力 去年竟流失了13.8万用户 通过这笔交易 美国蜂窝公司可以卸下一部分债务 而T-Mobile则获得了500万客户及其门店和部分频谱 填补了其在城市以外地区的市场空白 尽管T-Mobile有足够的容错空间 但移动业务的成熟度和市场饱和度 使得公司只能通过价格站或收购来实现增长 此外 T-Mobile还可能面临监管方面的挑战 因为该行业已经从四大运营商减少到三大运营商 监管机构对此类交易的审查将更加严格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分析指出历史的钟白效应 导致了工人权利和公司权利之间的周期性变化 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标志着向工人和政府干预经济的转变 而40年后的里根政府则推动了向公司权利的转变 如今 钟白再次摆向工人权利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捐递经济学未能汇集大多数人 当前的变化引发了紧张 因为它带来了赢家和输家 企业抱怨劳工和贸易怀疑论者现在频繁接触政府决策者 而他们自己却被排除在外 这种紧张局势不仅体现在政策辩论中 还体现在对对方合法性的公开攻击上 这种情况 对贸易政策来说是一个丑陋的转变 过去左翼和右翼通常会联合起来攻击中间派 但现在中间派正在迅速消失 他们开始互相攻击 外交官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了一次 罕见的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会 标志着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议题和优先事项 座谈会邀请了来自国有私营和跨国企业的六位企业高管 以及三位著名经济学家表明了中国希望在经济政策制定中融入全球视角 习近平强调要破除阻碍中国是现代化的制度性障碍 并提出系统性和综合性改革的必要性 分析人士指出最紧迫的制度性障碍包括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和税收分配框架 尽管座谈会传递了改革和轻商的信号 但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怀疑仍在加剧 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 重建信心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需要实质性的政策转变和具体行动 外交官Tamirav Live是一个调查新闻机构 也是由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 ACRP的成员中心 今年早些时候 该机构在调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行政管理局的项目时 被有效关闭 其员工在1月份的突袭行动后被逮捕 每一波压力都与该机构的新调查相吻合 通常皆是与政府 总统萨迪尔·贾帕罗夫 及其安全主管卡姆齐别克·塔西耶夫相关的腐败指控 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 2022年4月对吉尔吉斯斯坦公共采购法的修改 使国有企业绕过招标程序 减少了公共支出的透明度 并与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国家项目相吻合 报告发现 这些项目由与总统本人关系密切的人拥有的公司实施 贾帕罗夫自2020年10月革命后上台以来 中央集权并以提高效率和反腐为借口 报告还揭示了 至少11个由贾帕罗夫政府发起的主要项目 其中6个项目的总价为1.37亿美元 调查还发现5家公司获得了这些项目的合同 这些公司似乎都与贾帕罗夫或总统行政管理局局长卡尼别克·图曼巴耶夫有关 外交官巴基斯坦政府计划通过立法来规范社交媒体 旨在保护数字权利和遏制假新闻 新法案规定未经同意分享私人信息 嘲弄他人和传播虚假信息将面临严厉的处罚 法案还可能对针对司法 军队和政府官员等关键国家机构传播虚假信息的人 是以严厉惩罚 尽管政府认为在一个深度分裂的国家中 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传播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人们担心该法案将被用于政治目的 巴基斯坦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应对不受限制的社交媒体使用问题 过去曾尝试关闭互联网或屏蔽网站以限制访问 尽管这些行动被批评为限制言论自由和信息获取 但内政部在法庭上辩护称 这些限制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保持公共秩序和维护国家完整 政府官员表示 言论自由并不等同于不受监管的环境 并强调将通过共识来实施法律 外交官蒙古国议会最近通过了 建立蒙古首个主权财富基金的重大立法 旨在重新分配该国从采矿业中获得的财政收益 前经济发展副部长 现任Erdans Mongal LLC首席执行官的 Naren Saksandia在采访中谈到 主权财富基金的建立是政府在打击腐败方面的行动承诺 旨在通过增强透明度和治理来平衡采矿业收入的分配 新法律规定 国家可以持有战略矿床的股份 但具体比例将由国家大呼拉二根据投资金额主案决定 主权财富基金的设计是为了到2030年之前积累资金 而不进行任何支出以防止繁荣与萧条的支出周期 政府还加强了与民间社会和国际伙伴的合作 旨在保护机构免受未来的腐败影响 Naren Sagt还指出主权财富基金将采取挪威模式的原则 确保未来的蒙古世代有机会投资于本国 并继续寻找扩大产业和建立更强大关系的新途径 美日电讯报观点文章提到 50年前印度的小豆疫情达到顶峰 近20万人感染 超过3万人死亡 然而1975年5月 印度最后一例小豆病例被确诊 三年后小豆在全球被消灭 这一成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的英国 当时医生爱德华·詹纳通过将牛豆病毒 接种到她的原丁的儿子身上发明了疫苗 詹纳的独特之处在于 她通过故意让孩子接触小豆来测试疫苗的有效性 如今人类挑战试验在医学研究中 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科学工具 这种试验中志愿者会被故意暴露于感染源 以获取精确的数据 这种研究不仅可以帮助开发和测试疫苗 还能在大流行初期提供关键数据 然而这种试验的伦理和安全问题 仍需仔细考虑 尤其是在疫情初期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文章 讨论了乌干达的反同性恋法案 及其对公共卫生的影响 2024年4月 乌干达宪法法院维持了总统 穆塞维尼签署的反同性恋法案 该法案被白宫新闻秘书称为世界上最极端的反Laptic家法律之一 由于该法律 世界银行暂停了 对乌干达的所有贷款 美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 乌干达的卫生部门资金 有一半以上来自外国捐助 但由于新法案的实施 针对LGBTQ家群体的歧视和暴力使得公共卫生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该法案不仅加大了 对同性恋行为的刑法还将宣传同性恋定为犯罪 这使得提供HIV预防和治疗服务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捐助者需要重新考虑他们在乌干达的工作方式 确保资金能够用于不歧视的非政府组织 并为工作人员和受益人提供法律支持 外交家的文章探讨了为什么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孟加拉国 仍有大量人选择移民 今年早些时候 英国和孟加拉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 加快遣返在英国寻求庇护失败的孟加拉国人 尽管孟加拉国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进步 但仍有大量人通过合法和非法途径寻求庇护 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包括人口走私网络的崛起 气候变化 经济不平等和政治压迫 近年来 经济不平等和政治迫害成为人们寻求庇护的主要驱动力 尽管有些寻求庇护的案例并不真实 但许多反对派领导人持不同政见者和政府批评者 为了逃避国内的迫害而选择移民 孟加拉国的政治压迫和不公平的选举 使得人权状况恶化 导致许多人选择冒险离开家园 外交家杂志指出 印度总理内伦德拉·莫迪在印度大选期间 利用板球这一国民热爱来煽动宗教间的紧张局势 以此为政治利益服务 莫迪宣称 如果主要反对党 印度国民大会党上台 将会按照宗教划分国家板球队的组成 这一言论被认为是在迎合选民中的伊斯兰恐惧症情绪 印度板球与政治的纠缠由来已久 而最近的事件再次显示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 2024年大选前 印度最高法院终止了允许匿名 和无限捐款的选举债券资助计划 揭示了青奈超级国王板球有限公司 向全印德拉韦达蒙娜特拉卡扎格姆党的捐款情况 这一党派是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一部分 印度板球在政治权力的影响下 逐渐成为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工具 外交家杂志报道 日本国会正在讨论一项旨在遏制政治黑金的修正案 但个政党在政治活动应受到多大程度的监管上存在严重分歧 去年年底一起涉及执政党、自民党和反对党议员 滥用竞选资金的丑闻 引发了公众对日本政治中金钱作用的愤怒 自民党提出的修正案被认为不足以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而其盟友公民党和反对党则要求更严格的规则 公民党主张将最低披露金额设定为5万日元 并要求详细的财务报表 而自民党则不同意 主要反对党则批评自民党未能解决公司和组织捐款的问题 并呼吁完全禁止这类捐款 议员们对引入联合审查制度也存在分歧 这一制度只在更容易的惩罚财务报告中存在问题的议员 尽管各党派在修正案的具体内容上存在分歧 但他们都希望通过修正案来展示自己在政治筹款问题上的道德立场 CSIS分析尼日利亚的碳氢化合物行业仍然是该国经济的支柱 但对石油的高度依赖也加剧了其脆弱性 尼日利亚长期以来面临治理不善 机构薄弱 安全状况恶化和经济衰退等问题 尽管2023年布拉蒂努布总统的选举曾带来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希望 但一年后这些希望逐渐消退 西方公司包括石油巨头纷纷撤出尼日利亚市场 蒂努布总统上任一年后 他所推行的改革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未来的前景值得关注 西方公司的撤出引发了是否本地企业家能够填补空缺 并更好应对尼日利亚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挑战的问题 CSIS非洲项目将举办一场专题讨论会 探讨尼日利亚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演变极其对未来的影响 这一讨论是关于非洲石油经济体的两部分系列之一 由雪佛龙公司慷慨支持 外交官 印度正试图重新激活伊朗 久托未决的查巴哈尔港项目 印度港口全球有限公司IPGL 与伊朗港口和海市组织于5月13日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协议 允许新德里开发和运营查巴哈尔港 根据协议 IPGL将投资约1.2亿美元 另有2.5亿美元的融资 总合同价值达3.7亿美元 查巴哈尔协议旨在建立印度 阿富汗和伊朗之间的国际运输和过境走廊 不仅用于运输和过境货物和乘客 还希望吸引其他国家的货物和乘客过境 尽管美国在2018年对查巴哈尔港给予了制裁豁免 但随着美国在2021年8月撤出阿富汗 其对查巴哈尔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对于印度而言 查巴哈尔项目不仅有助于维护与伊朗的历史联系 还能激活国际北南运输走廊 INSTIC促进印度与伊朗 俄罗斯以及中亚和西亚国家之间的贸易 此外查巴哈尔港还为印度提供了一个绕过巴基斯坦 进入阿富汗的途径 尤其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显得尤为重要 布鲁金斯学会 拜登政府的竞争政策 试图将竞选时的雄心壮志转化为智力实践 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 拜登接受了进步派对芝加哥学派观点的批评 认为反垄断执法应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芝加哥学派认为 市场通常是竞争的 自我修正能力强 而执法者往往会弄巧成拙 进步派则认为 这种观点错误地低估了市场的集中度和垄断力量 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损害 拜登团队从一开始 就对反垄断和竞争政策的角色 进行了重新思考 强调了芝加哥学派的缺陷 并挑战了消费者福利标准的依赖 拜登政府通过识别经济中 缺乏竞争的领域 并采取尊重反垄断法的行动 成功地将进步运动的示意 转化为竞争政策和执法的散文 值得认可 外交官 中国、韩国和日本领导人之间的三边峰会 标志着三国关系的重启和新开始 5月26日至27日 三国领导人在首尔举行了 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会晤 韩国总统尹熙悦通过一系列 双边会谈和三边峰会 旨在提升韩国作为全球枢纽国家的声誉 尽管峰会成功恢复 但三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依然明显 中国是韩国和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经济上维持健康关系 符合各方利益 但韩国总统尹熙悦明确表示 支持以美国为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这在政治上与中国有所背离 峰会还达成了重启三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承诺 并决定每年举行一次三边峰会 尽管如此 历史争端和新冠疫情曾多次中断这一极致 此次峰会的另一个重要成果 是尹熙悦和中国总理李强 同意建立中含外交和国防部门的2加2对话 以应对地区安全问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